一只非常瘦小的小白柚正趴在人类的手上,仔细一看,小家伙甚至还没有睁开眼睛。 按理说,这么小的白柚本来是由白柚妈妈悉心照料的,但显然,这只可怜的小家伙并没有母亲的陪伴。 这只小白柚到底怎么了?在他身上又发生了什么暖心的故事呢? 这只安静趴在大叔手掌上的小家伙,其实是不小心和家人走丢了,才被好心的大叔发现的。 大叔是一个十分熟悉野生动物的人,平时总喜欢和一些小动物们待在一起,他觉得这对他来说才是幸福的时光。 大叔捡到这只小白柚也完全是碰巧,或者换句话说是他和这只可怜的小白柚之间的奇妙缘分。 那天,他正在野外散步,突然发现好像前面有什么东西好像在动。 他走上前去查看,发现竟然是一只还没睁眼的小白柚。 当时小家伙路都走不稳,颤颤巍巍的,甚至还有一点点发抖,但是能感到他求生的意识很强烈。 于是好心的大叔连忙把这只小可怜带回了家。 一开始,因为小家伙实在是太小了,而且还没睁眼,不能主动进食。 所以大叔思来想去,只好用一个去掉针头的注射器,小心翼翼地给他喂奶。 光是这样还不行,喂奶的时候还要小心小家伙吃得好不好,有没有被呛到,甚至比照顾人类幼崽还要艰难。 就这样,大叔当起了小家伙的养母,在大叔的悉心照料下,小家伙渐渐睁开了眼睛。 大叔说,虽然还没有完全睁开,但这说明他已经有五周大了。 并且,如大家所见,小家伙过得很是幸福,甚至还有一个有点胖的小肚皮。 除此之外,大叔还担心小家伙不在母亲身边,会缺少安全感,同时也不利于他的保温。 于是给他准备了一个舒服的小睡袋,让他每天都能睡个甜甜的好觉。 小家伙渐渐越长越快,而且越来越勇敢,也越来越喜欢人类的陪伴。 大叔觉得是时候该给他建一个更大的小窝了。 同时,大叔也说,他一直都在努力寻找着他的家人,如果能找到的话,就让小家伙回到家人的怀抱中。 毕竟,那里才是他真正的家。 但现在,大叔更担心的是,虽然有人类的陪伴,但是小家伙从来没有见过同类,也没有自己同类的朋友,看起来还是很孤单。 于是,大叔又找到了一只被遗弃的白友,想让他们俩互相作伴。 两只小白友刚见面的时候,还都很是紧张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到半个小时,两个小家伙完全熟络了起来,他们变成了好朋友。 大叔看到之后,很是欣慰。 不过,他还是觉得,总有一天,应该让他们回归到野外的环境。 所以,他也一直在为他们回归野外,做着准备。 终于,在充足的准备之下,两个小家伙被放到了野外,他们对新的领地充满了好奇。 没过多久,就到处开始探索,巡视。 虽然大叔心里很是不舍,但他也明白,终归他们还是属于大自然的。 不过,让人意外的是,两个小家伙回到野外之后两个月,他们又一次出现在了大叔的后院。 在那个熟悉的家里,疯狂地蹦着,跳着,似乎是在告诉大叔,我们回来了。 大叔也非常感动,热情地欢迎着他们回家。 虽然说我们很难说清两个小家伙为什么还会记得这里,但是人和动物之间一直有一种奇妙的情感纽带。 万物皆有灵性,希望人类和动物都能找到一种更为和谐相处的方式, 让世界拥有更多的温暖与爱。 影片末尾,需要感谢各位支持人间暖雨,夏期不见不散。 除此之外,我们也想与你分享更多的感人影片。 一只小海豹似乎遇到了一个大麻烦,它的脖子好像被一张巨大的鱼网缠住了。 好心的大叔发现了它,并帮它脱离了困境。 或许后,小海豹的这个举动非常让人暖心。 小海豹究竟做了什么举动呢? 欢迎大家一步观赏。 欢迎大家一步观赏。